是面积中心查找的一个脚本 有时候我们会遇到这个异形 如果你对齐的话 不管你是用圆去对齐 找它的中心点或者用方形都不行 因为它这个异形太复杂了 所以你要手动去计算的话 那也太复杂 但是如果你不找到它的中心的话 只是纯粹的居中对齐 其实这个中心是不对的 所以我这边演示一下 怎么用插件去查到这个中心对齐 比如说这个手动随便 用这个中心去对齐 这个肯定是错误的 正确的应该是先找到它的面积重心 这个就是它的面积中心 这样子就很好对齐了 这个就是非常正的一个居中对齐 虽然它外形是不规则 但是你可以准确的找到 但这个就不一样了 你就不对了 所以这个工具脚本很实用 因为我们经常对齐 要么就是圆 圆形对齐 要么就翻形的 这些常规的可以对齐 但是如果是异形 这个就很难找出 计算出它的面积重心 还有遇到这种不规则点的时候 因为这个计算方法它是通过单一的一个面积去计算的 所以需要如果遇到这种点状分开的 就是分散的很多对象 那你就需要用线把它连起来 连起来之后就可以很容易找到它的面积中心 像这样连起来何必 最后再用这个脚本自己去计算面积的重心 因为有群组 你要把群组解开 就单一的对象才行 这样子就很快找到它的重心 这样子对齐出来就非常平衡 就避免了很多左倾右重啊什么的 比如说如果你是纯粹的用它去集中 这个集中对齐是不准确的 这边重这边轻 所以需要用到这种面积工具 去查找它的重心 这个就方便很多 这样子再删掉 它就很完美了 之后只要把你这个群组一下 覆盖在它上面 把这个删掉 这个中心就被你找到了 它对齐起来就精确无误 这个应该就是数学的命令吧 这个插件我分享在我的笔记里 下载完 安装在脚本里就可以了 或者放在外边 你能找到就行 因为这里下有个添加其他脚本 就可以找到 找我的笔记就打开我的笔记 然后很简单 然后很简单 你在这上面搜索就可以了 它这个搜索有时候会被隐藏 你重新打开就可以了 搜索面积 我笔记里很多东西 所以你需要用到简单的关键字 比如说你只要简单的几个字就可以找到 找到我放的位置 这个就找到 找到这个脚本就可以下载安装了 找到这个脚本就可以下载安装了 我们下载安装了 这也就用到 要把这个脚本就用到 好 就用到